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支Risconte应该是我频道有史以来第一支异笔了 那首先要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是这样子 为什么一直不做异笔 异笔是这样子的,主要是它的笔尖的话 评测完或者提完体验完以后吧 你第一支跟第二支的话手感或者出息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那跟国产比的问题是同样的 然后一笔的话,先给一个总结 就是说你如果喜欢的就基本上看杆子就可以了 笔尖的话我的经验是第一个它的出息是标着完的 所以呢,那如果真想搞的 我建议还是换一个Zowel或者是别的品牌的一个尖笔尖啊,这样子 那首先啊,我这支笔是二手的 那你们会先看到今天的这个体验视频 然后其实这一支笔的话 我明天会再出一个抛光的视频 因为一开始那个是战斗屏向 因为我拿到那个价格好像才400多这样子 然后我就录了,然后把它翻信一下 然后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啊 那首先这个盒子上面是这样,哦,这三角的 然后能看到吗?三角的 那上这些的话无可避免啊,这个没办法 但是我做笔以来吧,应该这是 呃,唯一一个就是,呃,三角笔合的一个干笔了 然后Visconti的话就是,反正一笔嘛,奥罗拉,Visconti 就这两个,就是以一个日用来讲的话,常规的 然后上面的一个是,我不会分是真笔还是PUP啊 那知道的观众麻烦告诉我一下 然后上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压纹 然后打开的时候,哇,呃,这个非常的,这个,那个字什么? 什么,什么伪花,那个字我不会读啊 然后这里是,啊,我怕装到镜头,你看这个,这个是上面的那个 我先把笔给拿出来一下吧 因为这个盒子会也是,呃,把它收起来啊,这个笔套应该是不要了 然后这样子,哇,里面的这个包装吧,其实我挺喜欢的,因为很省这个空间 第二个,你看,就有一张这样子的画,那我本身也很喜欢这样子一类插画 然后跟钢笔的这个主题去搭配,那这个感觉就非常,呃,怎么讲呢 非常有味道,非常地道,而且有一种复古感 因为像这一支笔,现在钢笔嘛,大部分都现场笔嘛 这些都属于现场笔,然后再配一些复古的这些一个设计 然后再加一个比较不错的故事或者元素的话,我更喜欢这一类的一个设计 那威斯库体的话,梵高的这一支真的是非常好做到这样一点了 那还有就是智能的,就威斯库体的智能的话,它更多的就是一个,呃,材料 好,那这个是上面的一个产品说明书了,然后就是这个,啊,这个不是笼章的,我以为是笼章的 然后反正就,哦,后面还有很多支,这么看,那,那个什么麦田有没有 我记得我最喜欢的颜色,其实是有一支叫什么雷云上的麦田呢 这里好像没看到啊,呃,好像没看到,好 反正就大概这样子,然后现在下来了,嗯,这支笔呢,首先你看,我先放这里 这时候比,必须要对比一下啊,还是,还是,还是一样的,啊,OK 好,这个是1460尺寸,然后这个是800尺寸啊,你看,这才是一个正常现场比的一个大小嘛 你看,出,长度大家差不多,粗细也差不多啊,这个是完全我喜欢的一个尺寸,呃,比,呃,比的话粗细跟800是差不多,然后它是一个多边形的切割 那我想应该这暂时上是最多的一个多边形切割了,然后再放一支那个,啊,不,要放一个百利金 因为百利金的话,尖的大小,我抛光过了,然后看过里面了,然后这个,笔尖的一个大小,它是跟百利金的一个差不多 然后,啊,不好意思,拿错笔了,呃,我回去拿一下,那个,拿错笔了 换了,这只是14K,好,那个,这只是那只示范,好,这个,这样子才对嘛 示范笔,那,这个,磁吸的,OK,非常非常棒 然后这只笔现在,在视频上,效果看,应该是能看到跟旁边的这些,百利金呢,146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反光 因为,抛光过了,正常应该是不会的 呃,或者是说它颜色比较浅了,所以说不会特别的明显,但现在能看到这个笔尖啊 OK,那这个笔尖呢,能看到了,那完完全全的,就是200的一个大小 那如果是说要这个,因为笔尖的话,我到时候最后也是会那个,鸡尾一个笔尖上去的 因为一笔笔尖的话,就是用过的人都懂的,然后就是,也跟很多笔友聊过 然后这个好像都是一个通病了,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毕竟一笔,它真的就是完感的 那如果是说你喜欢感的,就是看上它这个感的 我觉得你直接上那个感就可以了 好,然后这个笔的总长,我们来量一下 呃,142.1 还有这个 嗯 124.3左右的一个长度 然后再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啊 但这个笔的其实它尺寸,我个人是真挺喜欢的 就是握杆了等等的,就是因为刨冠过嘛 自己先试了一下 18.9,那 我没想到啊,我我以为就那个15左右 看到它主要的这个金属笔我给加了不少重 那所以说呃,所以说配重上来讲的话会好上不少 然后在这里 34.8,哎,总体重量其实还ok,还没有到40 如果去搞一只这样子大小的太和金钢笔的话 那估计都要40左右 所以说呃,有时候买太和金的一个笔友啊,这或者观众呃,不要想着太和金很轻 那个得要在飞机上面这么大体量的才能体现出那个优势 在钢笔上面来讲的话,那个优势真的体现不出来 好,然后我们再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笔尖吧 看完笔尖,我们再来评一下,或就讲一下这个笔杆 那笔尖上来讲,其实Visconti的笔尖,我个人是觉得挺好看的 这说实话,呃,这里还有点那个刚刚白白的那个抛光的那个 这个痕迹了啊,这个白白的,好像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笔尖上非常的漂亮了,那上面看也是你看到 没有没有修过,没有说什么呃,问题了这个,然后笔尖上这个笔尖的话 这真的是跟那个无印的斯米特非常接近了 如果把那个尖给拆下来换上去,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因为一笔上面的话,就是它的笔尖反正就,也不再讲太多了 讲多也是三星,然后这个笔的话是这样子,那,啊,这个,OK 我尽量放大一下,好,可以让人看到这个笔尖的话的一个,衣粒好像是,形状有点奇怪啊,这个 这个,呃,这个衣粒形状反正有点奇怪,这个真的,是左右不对称吗,怎么样 呃,不知道是不是用太久了,或者断,应该不是,不是,不是有问题那种 然后笔尖的话是有点,就大风打磨了,这个就平常斜面的这个大风打磨 然后再下来的话,应该他们,Visconti应该是没有自己做尖的能力的,我看一下 然后这个伊利的话,之前那个卖家用的战斗品相了,所以输解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呃,前面这里的话就都很整齐了,那基本上就是,呃,应该是史密特尖吧 其实这个说实话,就史密特尖,然后再打上Visconti自己的一个logo吧 我照这样看像是那样,这个弧度也挺像的,然后这个笔尖的话 因为我无印是我第一次刚笔了,所以他那个笔尖给我一看就认得出来了 然后你看这里,这里,然后往里面收的,这个就真的是无印的笔尖了 Visconti应该是没有做尖的能力了,有做尖的能力应该就是万宝龙,然后那个水龙 还有那个什么,呃,就其他的基本上就block厂,或者就joel这样子的 好,大概这样子一个笔尖了,因为笔尖的话我不太抱希望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的笔夹,笔夹上来讲,你看到非常大气的一个笔夹,那这个笔夹的话怎么讲呢? 就你这个笔的体型肯定不能太小,但是这个笔夹说实话吧,它这个用料的扎实度 扎实度,说实话就我个人觉得它这个笔夹更符合,就更符合我喜欢的那种审美了 像这种白粒金的这个毕竟是一个薄片,但是如果从这里看,其实因为它是一个铁片压出来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实实厚厚的一个笔夹吗,或者拉米2000那个笔夹,其实我个人真的是挺喜欢的 然后笔夹的松紧度非常不错,那这才是一只好笔,应该有元素了,之前有不少笔的话,就是 你看好笔的话,其实这个笔夹的松紧度都有特别去调过,然后不会说太紧,也不会说我完全拿不起来 像Visconti的话,我这么一拿,然后再配上这个弧度,然后呢,在这样子一个粗犷的时候 但是它又用很优雅的线条,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出来的笔夹吗,我真的是非常棒 因为笔夹也算还有那个笔杆是我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个元素了,特别是异笔 因为异笔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笔杆了,像这个繁高系列的话就是主要玩的就是它那个笔杆的那个颜色吗 有时候真的很佩服,那些颜色真不知道怎么调出来的 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是屏的时候有一个贴片,然后跟尾部这边平面 它其实是你看这个曲线这样子,这里这样子,然后它这里是直的 然后其实这个呼应还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是一个美感的一个问题,美感平衡性的问题了 然后顶部这个地方呢,我不知道在这里为什么有个片呢 我觉得可能是用跟这个笔夹有关了,因为笔夹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里面其实是有一根螺丝的,应该是看不出来,里面就一根小螺丝这样子 但是这个磁性笔夹吗,真的非常现代 在一个现代的东西上面加一个古典元素真的非常棒 然后再下来这里就是一个磨砂面了,磨砂面这个再配上它这个字吗 从我现在拍视频就是我平常书写的时候,这个距离我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然后就品牌形象反正就是非常明显,这点我非常喜欢 然后再下来这个呃什么就是Visconti你看它这个笔环的部分吧,真的挺花心思的 你看平常的话看的最多的都是呃像百利金吗?它就是这样子一个环 然后这个环的话就是你看到就很简单一个字 然后呢它没有更就是像万宝龙或者百利金那样子 它就像是怎么样就是万宝龙的那个呃笔环再拉宽一点再增加很多的细节 万宝龙是一个小环上面再加一个就pattern嘛 就这样子一个纹理细节 它的话就没有它就把这个东西呃变成一个粗的笔环了 刚好跟它这个粗犷的一个比较嘛,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应 然后这个你看上面的纹理吧,非常漂亮了 当然一开始是没有了,是我抛光以后才有这个效果了 全新的当然也有 然后那个防高,然后再下来就是整个笔帽 然后这里你看还有个反圆角,那你看这里平常看看不出来 然后在这个反圆角的时候吧,那个美感就怎么讲呢 美感呃就不是说完全的流线型 它的一个就这种反圆角的话在钢笔上面其实很少用 很多的都是一个正圆角,你看这个反圆角一下来吧 整支笔的一个怎么说很精炼会觉得就是说 他在每个细节上面都会觉得这支笔非常怎么讲很讲究 然后这两边两个笔环贴在一起 然后配上这个纹理在这样子一个反圆角 那我个人觉得笔环的这个就非常符合 就是可能真的很符合现代美感 然后他把那个画嘛就是用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故事 然后呢再用一个这个这个故事嘛 然后把这支笔玩感非常聪明的玩感大法幻感大法吧 然后就这个系列真的而且价格他我个人觉得也不算特别贵 所以呢这支笔真的是说实话吧 跟那个146和800我个人还是喜欢146和800多一点 但是如果是价位低一点的 其实这支也是真的不错选择而且很少有的插把帽 另外一个有一个地方真的很值得夸的 他我刚刚说过他这个重量吗是非常重的 那首先尺寸呃第一个长笔握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元素 然后第二个当然指纹收集器这个没办法 但他这个笔握真的是很重 因为我现在会这个呃你看这个套筒啊 他其实金属环就这里这一圈就这么这么这么深左右 他其他整个都塑料的其实这个塑料的话就是我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的一个重量啊 你看就6.3然后刚刚整这个整笔下来 其实你看12点多就是主要就是这个笔握的一个重量了 像写热的那个是什么是不是泥地啊那个读我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了 呃反正就是呃这个是什么吸魔器啊是哦 sni der好吧好吧sni der的吸魔器可以可以sni der吸魔器 反正呃个人觉得也挺不错的 那个但是换换我换另外一个吧换这个吧 或者换换一下这个好了这个看起来跟他比较配这个颜色 sni der的话反呃我个人最喜欢用的也是sni der因为便宜 好那回到刚刚那个主题了 所以说这个笔握你一拿出来的时候这个配重真的非常好 你不完全没有笔尾中的问题 即使我现在这么套 这真的是也是会用的不习惯的 就是也是管感觉到笔尾的这个惯性在那边 但是从这样子一拿的时候吗 你会觉得这个笔的尾部惯性真的接近是感觉到也是有点 但是算是这个重量的等级吗 在这么多支笔这个重量等级就18克左右吧18克的一个重量 然后他把笔握的那个加重能到那么多的这一支还真是第一支 然后笔尾的又那么轻 那主要看的就是第一个你笔杆喜欢的直接喜欢哪一支笔杆一笔的 你就选哪一支就好了 另外这个的话他的书写体验真就单纯感来讲书写体验是真的挺不错的 然后笔握又够粗 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像百利金200的我笔太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好然后再下来了我们先赶紧上一下墨 这一个威斯控体的还是换回去那个吧 毕竟这个用过我刚刚那个还是全新的 因为这个的话我应该不会选择来日用了 我日用笔我从用钢笔到现在都没有变过还是那一支 好那这个我们来 好上一下墨 多上一点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 然后我们再来擦一下这个笔尖 哦 又弄到手了 我发现我现在就是上墨的时候弄到手的几率吧 比以前低超多超多 以前好像基本上每一集都会弄到一大堆的 然后这一次就没有了 现在好像少很多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笔尖 哎可以哦出墨名 哇这出墨够大的 哇这 基本上这个笔尖吧 反正就是我这次做 我现在写这个笔尖嘛 就不要去太认真 因为那个初期都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初期一定不能做一个标准了 所以说一笔我很少做 因为主要就是看它那个感 那感这个东西吧就是 审美这个东西很主观啊 好那个我们我写一下吧 试一下 哇 哇这出席我醉了 我这个是什么笔尖啊这个 呃 应该是F尖吧 然后因为我以前还看过那个 F尖哇这鞋感真的是 说实话真的是跟医疗之中一样 没有很大惊喜 嗯 他之前我看过就淘楼有些卖总成的旧旗舰店 我看了一下那个评论嘛 呃也是 呃这么讲的啊 反正就不讲太多了就是那个评论也看到了 所以说他这个笔尖的话就 呃真的是 我让我把这个写完一下吧 虽然我自丑但是 呃好不好写的还是分得出来的 然后我们来 那轻轻几下 我压一下 哇比今天的弹性有的 但是这个笔你首先看到吗 就我先把这个给收一下 然后呢我拿一下我的一个 0.5的Waterman 那你看我这个是0.5的 他这个都快是我一倍了 真的 我这个Visconti 我记得应该没有笔尖吧 他应该都是F尖或者M尖吧 这个笔尖真的是醉了醉了 那所以说 嗯你看感知的时候 记得还是要准备好一个笔尖 然后给它换上去 呃不是nip 哦 然后我再写一下这个 哦 这个醉了醉了醉了 果然是 虽然说整支笔总体来讲也是非常满意的 不过这个笔尖吧 呃 基本上 没办法留这个真的是 然后 先你们先看完这个粗细吗 粗细以后 然后就 呃 这个笔首先先讲一下 他这个我拿到的这样子鞋感了 你们听一下 在 在这么粗的情况下 正常应该是没有我写的那个声音的 因为 这个粗细你看都是他零 这个已经0.5了 他还是他一倍 那这样子一看的话 这个最少是说m间到b间中间 那应该是热刀切黄油的 因为到了现在这个粗细了 我就这么粗的一个粗细 然后你现在还听到 然后 然后我刚刚写有点小瓜 其实那个 再一下 看就基本上这个我想追了追了 这个触摸是你看这个触摸真的是非常大 我倒是这个触摸是挺爽的 我个人是挺喜欢这个触摸的 然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爬个子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但写英文的话或者签字的话真的是挺不 签字倒是挺爽的 这样子一个粗细 但是不保证下一次的话也是这么粗了 这这点是实话 那 那笔尖的话呃刮子倒不会 但是刚刚写了中文某几个角度有点小瓜 或者这样 对对对 这里就是这个鞋这么这样子一个粗细 但是他给反馈的到我手腕的那个地方的话是刮黑板的那样子一个感觉 不是沙沙的或者等等的一个鞋感 好那大概这个笔就到这里了 然后 触摸这么大 我一盖上估计也另一边就着墨了 但是整总体整支笔 换完笔尖的话还是非常满意的 那热用笔也是不错的 握握持感真的是挺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忘记问了卖家这支笔是多久 然后买到的 反正你们明天看到那个抛光视频的时候就大概知道 反正就是抛光完以后 我现在处理完以后 整支笔更新的还是很接近的 然后也是能用 反正质量上来讲感的质量还是挺ok的 好那视频就到这里吧 然后有什么我漏讲麻烦帮我留言一下 然后或者有什么问题可下面留言给我 也可以叫我微信 好那个下次见拜拜 拜拜